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往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拥有井然有序的生活 其实我们现在做极简主因 大多数我们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井然有序 因为太多的物质的东西 还有各种各的事物堆积如山 让我们的生活感觉怎么收拾都收拾不完 都是烦躁和烦乱的 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极简生活 让我感触非常非常深 而且在极简的理念里边 我学到很多东西 并且运用在我各个方面 什么物质、理财、人际关系 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上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 我们的生活如果想井然有序的话 我们大多数生活当中的时间 都是围绕在这五样事件上去 如果把这五样安排好了 或者是用一个好的方法去整理和安排的话 我想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很井然有序了 第一件事情 当然了就是我们所能碰击到能触及到的物质生活 所以第一个就是物质生活 我们现在在做的已经是在做极简和整理了 如果你把物质生活做好了极简和整理的话 你已经生活至少是在 所以你眼光可以触及到的地方 可以让你的生活井然有序 这些是完全是可以我们手头可以控制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极简主义这么奉行 因为这个是非常容易去实行和实施的 并且是真的是可以控制好的 而真正的一个物质集结或者家庭整理好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井然有序呢 就是你家里边的每一个角落 里边放的什么东西 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我们大脑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家庭已经是井然有序了 前一段时间我在外边的时候 我女儿打电话给我说 妈妈妈 我想要什么充电器在哪里呀 然后我就告诉她 这个充电器在哪个抽屉 哪个边上 哪个盒子里边 非常清楚的告诉她 这样东西放在哪里 我就感觉到 现在我就感觉我的家是井然有序的 因为在每一个地方 我都可以知道我有什么东西 并且东西放在哪里 并且我的心里面就会知道 我家里我是有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第一点 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的家的物质方面 就已经可以算是井然有序了 第二点就是理财 理财呢 其实理财和我们的物质极简 是很相似的 因为我们的收入是多少 和开支是多少呢 这些东西是固定的 所以比较是容易去manage 去整理的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我有一个video叫 五个小贴士拯救你的财政 那个video大家应该看一下 因为里边用非常简单的一个 填字格表 填字格表呢 就已经很清晰的把你家的财政呢 非常清晰的列出来了 所以呢 就你们可以 我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收入 就是同样的和物质一样 当你可以清楚的知道 你拥有多少的收入 和你的平时的支出是多少 你的存款是多少 和你的流动资金 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这几样东西 如果你可以清晰的知道的话呢 在你的财政上 也可以算是井然有序了 就是说 你可以清楚的知道啊 就像之前有个妈妈就说 说当别人问你啊 你一个 你的收入是多少 你说啊 about 好像是多少多少 她说no 你要知道 exactly 你有多少算 多少分都要知道啊 但是其实我就不是那种 知道多少分 多少的人 但是呢 我现在就至少是 我知道清楚 知道我在各个方面 都有什么收入 比方说 房租啊 店铺啊 YouTube啊 股票啊 就各个方面的啊 我在哪一方面都有什么收入 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而且我是详细记录下来的 在支出呢 也是知道啊 我的大的支出是什么 什么什么 哎呀 什么水电煤啊 什么公司的支出啊 甚至连小到 我的YouTube的 YouTube 要订阅频道的钱呢 或者是说 我的网站订阅的钱呢 什么什么 就是从大到小 非常详细的要清楚知道 你的开支是多少 收入是多少 你的存款是多少 你的流动资金是多少 就是说这些东西呢 当你可以清楚的知道的时候 你就是井然有序了 在你的财政方面 是井然有序了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安排 我前一段时间 刚刚啊 做了一个视频 叫做 一招整理 就是让你的大脑极简啊 就是说把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你想要将要做的事情 大大小小 任何事情 全部记录下来 因为我发现 当你记录下来之后呢 大脑就会不用费这么多时间去想 一旦漏掉一个 可能就脱节了 令到你的生活就很 很混乱 就很不开心啊 或者哪个单子忘交了 可能就被罚钱 就很不值 大脑是无限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会漏掉啊 所以呢 把你将来想要做的事情 全部从大到小 全部写下来 做一样 滑一样 做一样 滑一样 这样是可以非常非常提高你的生活效率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的大脑就会空出更多的精力 去处理 处理事情 去解决事情 这样的话呢 你把这些 你平时 因为这个是日常生活 可能会忽然间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们要去处理啊 这是未知 有很多不定性在里边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它全部都记 整个期的记录下来 任何事情 你要想做什么 马上把它写下来 写入这个列表当中 这样的话 也算是一种 井然有序啊 至少你是有地方 可以查找的 我要什么 要做什么事情 有些什么事情 我是会漏掉的 我忘记了 只要你有任何事情 马上写下来 这样的话呢 你所 每天所要处理的事情 也变成了 非常井然有序 在第四个呢 就是人际关系 这个人际关系 可能大家会就说 这个人际关系 怎么样 井然有序呢 其实 并没有一个 确定的数在里边的 但是呢 说实在的 一句话 如果这个人 他必须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是没有办法 把他击减掉的 那就真诚的去对待他 如果有的人 他真的是 没必要在你生命出现的 你也不要和人家交恶 也不要去害人家 就直接断掉 击减掉就好 费事以后麻烦 所以呢 在这里边 人际关系就分 很明显的分开了两种人 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 必须在你生命中出现 比方说 你的家人 OK 你的同事 他们是必须在你生命中出现的 那就真诚的去对待他们 真诚的去和他们交往 有些人是没必要的 真的是没必要的 或者说 你无需浪费你时间的人 你就说你多余的时间 可以帮助他们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有多余的时间 去帮助他们的话 能击减就击减掉 因为先顾好自己 然后呢 等你的生活 真的全部都变得 井然有序 并且你很 可以非常熟练的去 去来运作你的家庭的时候 你就会有多余出 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再去帮助那些 就是actual东西 再拿出这些多余的东西 来帮助外在的东西 现在呢 我们先要把自己的生活 整得井然有序之后 你才可以去真正的 有精力去做更多的事情 OK 这里讲的是人际关系 现在呢 剩下最后第五点 第五点就是自己的事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 家庭主妇 家庭就是你的事业 工作上班 工作就是你的事业 做生意的人 生意 生意就是你的事业 而我们 这是我们人生的 必须要担起的责任 所以呢 当你做这样事情的时候 就用心的把它做好 因为这是你的责任 而且用心的 把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好 因为这是你 人生的责任 家庭主妇 你在家里边 看孩子 煮饭 整家务 这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选择了 做家庭主妇 这就是你的工作 然后就把用心的把它做好 你上班了 这是一份工作 这份工资 你要靠它来养家 这是等同的交换 上司给你钱 你拿着钱回家养家 你就应该付出同等的责任 责任心和努力 把这个工作做好 只要你有这个心态 没有一份工作 会让你厌倦 因为你是正常的 你去到 你就是为了挣钱 来养家 你做好这份工作 你用心的tickerous ability 你就是在展现你的才华 然后这就是你在 显示你的价值 你这份工作 就是你显示自己 价值的一个平台 也是你挣钱回家 养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具 所以你的事业 就是你的责任 一定要用心的 去把它做好 只要去了 就不要埋怨 不要抱怨 不要整天的偷懒 不要说做一些 没用的事情 因为那就是你的责任 你就应该担起它 把它每一步 用心的做好它 努力的学习 以上呢 我提到的这五点 如果你把这五点 真的可以 每一样都做好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真的 真的是非常简单 每一个步骤 并没有说是 哎呀 多么多么华丽 或多么多么复杂的过程 其实真的是没有的 这 唯一一个比较难的 就是难的 就是人际关系 而这里边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如果这个人 是必须在你生命中出现的 就真诚的去对待他吧 没有一段关系 会抵挡得了真诚这两个字 如果你是真诚的对别人的 不管你有多少的缺点 别人都会包容你 都会接纳你的 所以真诚这两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每一 这五点里边 每一点都要它的重要性 但是也并不难 只要你把这五点 都做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井然有序的生活 坚持 坚持做 坚持做 让它变成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变成一种 你不用刻意去想它 你不用刻意去做它 你就可以慢慢的做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呢 那你的生活就会变成很顺利 很smooth 变得很井然有序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后盾 来支撑着你的人生 然后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你在这个巩固的 巩固又强大的后盾之下 你就可以更放胆的去追求你的梦想 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好嘞 今天呢就是我学极简路以来呢 所理会到的 去领悟到的这些道理啊 而这些呢其实都离不开极简 这些道理呢都离不开极简 所以呢 我觉得极简这个极简主义呢 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变动啊 而且我觉得只要我们把这五点都做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拥有非常井然有序的人生了啊 好嘞 谢谢大家观看了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帮我去Facebook帮我点赞哦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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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